师父请安 是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弟子自己的夜张自己背 请您帮我看一下 我是1977年属蛇的女 1977年 对的 属什么的 属蛇的师父 1977年属蛇 啊 想看什么讲吧 我想想我涂疼是白色的吗 师父亮不亮 谁告诉你是白色的 我随便想的 什么颜色的师父 偏深色的 还白色的呢 哦 深色的 那是不是夜张比较重啊 师父 过去 现在还好 嗯 过去你这个人好斗 跟人家 哦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师父 跟人家做 真又真的 有什么好真的 嗯 师父 那我夜张在集中在身体的什么地方呀 腰上 嗯 是的 腰经常酸 嗯 颈椎也有 嗯 哦 你别看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的心脏也不是太好啊 嗯 是的 最近感觉有的时候 索手有一点会发麻的感觉 对 不是很明显 而且腿嘛又发凉 腿 腿发凉 嗯 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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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冷啊 嗯 哦 还有啊 你 嗯 你身上有个女的 嗯 有个女的 啊 一看就是个鬼 两根眉毛细的来 哎 吓死了 哦 那请问师父 他要多少张小房子 八十四张 八十四张哦 你要给他念的 他经常 他经常在动你的经络 经络 就是说你会抽筋啊 脚啊 或者就是说你的经啊 经常啊 不舒服啊 就是关节啊 骨关节啊 嗯 走路啊 突然之间会 哎呦 怎么感觉不舒服的 或者啊 腰啊 或者手臂啊 经常有这个经啊 不通 不通畅 人家说 输经活血嘛 就是经不通畅 就他 OK 你要当心 那这是 这是我家的家人吗 是我家里去世的亡人吗 也不知道 我不认识啊 因为眼睛 脸很大 两根 两根眉毛很细 一个女的 胖胖的 嗯 没关系 那我给他念 谢谢师父 师父啊 我那个念经的质量 还OK吗 还好 你要当心啊 你大悲咒 有一点 有一点念错 嗯 你念错吗 大悲咒 嗯 你在自己 照着那个本子 看看 好像 好像有一点点念错 嗯 嗯 好吧 好 师父 我最想问的是 现在 就是弟子的运程 因为呢 大概两个半月以前 之前的公司 跟弟子解约 然后弟子 一直就是 没有办法 就是换到新工作 嗯 我跟你讲过 你这个人命太硬 你看看 你哪像个女孩子 讲话一点都不温柔的 哎 匆匆沙沙的 对人家们都是 不顾人家的feeling的 你要感觉到 人家的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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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理解力 就管自己 匆匆沙沙的 你说 谁敢讲你啊 你在公司 谁喜欢你啊 对不对 哦 你自己要改毛病的 有些事情 哎 你自己怎么 就是没有一个人 在边上 你说他谁敢讲你 你告诉我呀 人家讲 讲你就被你骂了 哦 自己好好改毛病啊 都念了自己 念了自己 心态要放下来 放平 跟同事关系 要相处好 跟老板要谦虚 没有办法的 吃人家办 你怎么能不谦虚啊 嗯 好的师父 好好改毛病啊 真的 你自己 你要不是师父讲你 你说谁敢讲你 你告诉我呀 你找几个人敢讲你的 有不有了 哦 是的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太强了 你太强了 你要是再找到个公司的话 你也得好好做人啊 否则又坏 你知道人家不喜欢你 太凶了 太厉害了 讲话叉叉叉叉叉的 不可以的 嗯 要改毛病啊 我知道 好的师父 我知道 我知道 太快了 好好的改毛病啊 你要知道 改不了人家的 只能改自己啊 你改不了人家对你的看法的 暗中伤你啊 你自己都吃亏 你想想看你走过来 你吃了多少亏了 你现在有这么个师父讲讲你 还不知道福气啊 谁敢讲你啊 讲你们被你骂了 嗯 听得懂吗 不学佛你你能听我讲的 太好学佛了 念经验好了之后 听得懂吗 嗯 听懂了师父 十一月底再找找看 还是有机会 十一月 十一月 底 会有消息 你现在就发 多发一点 OK 那师父 弟子是还要打工吗 有可能自己就是做一点 就是自己创业吗 有这种可能性吗 你身份有了吗 身份有的 有身份 像你这种人创业的话也 开始的时候也创不了这个对你对口的业啊 就做点生意啊 小生意啊 嗯 哦 听不懂啊 可以做的吗 师父 可以做的呀 像你这种人们吃苦吃得挤的呀 钱们肯定赚得到的呀 但是问题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个这个事业有点荒废 但是也无所谓了 像你这种性格 真的 男人被你打死 女人被你气死 孩子被你掐死 好好改毛病了 真的 这么凶 只有听师父话 我告诉你 还好啦 很多孩子都是听师父话 你再不听师父话 你还能听谁话 你告诉我 真的 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 寄给爸爸妈妈一点钱 如果爸爸妈妈跟你闹起来的话 你马上把钱就掐掉的人 性格太倔强了 我会看不出你的 听话了 好吧 嗯 好的师父 师父弟子这个这个图腾的形态 是不是现在 好像就是很悲悲的状态 对呀 往泥土里钻啊 哦 你想看一条蛇往泥土里钻 能钻出个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啊 这个东西 一条什么也要 一会儿头抬起来 往前跑 一会儿往下跑 再往前跑 隐蔽自己 你属蛇的人 要学会隐蔽自己啊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啊 属蛇的人们 你头一昂起来 人家就搞你了 所以属蛇的人 很容易被人家搞的呀 你说你 你被人家搞的还少啊 嗯 搞多不大 多的师父 好了 这还不懂啊 就会低调呀 明白了吗 好 我明白了 说猪的也要当心啊 猪头昂起来 被人家抓住猪 都崩一刀就宰了 嗯 听得懂吗 嗯 师父 就是关于弟子的运程 弟子有点想 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 就想 有点想创业 但是有点 因为一穷二白 又没有经验 有点 他们就出去 找人啊 找人合作啊 找人合作 像你这种人 太强势了 你先一边找工作 一边找 partner 不要着急 明白了吗 你太强势了 人家不敢的 人家跟你 跟你谈生意 跟你说一起合作 你如果一穷二白的话 你首先 你要付出的是 劳动和时间 你不能跟人家争 等到以后 有点第一桶金 拿到了再说 听得懂吗 嗯 你看你混到今天 第一桶金都没有 还不好好 总结自己为人呢 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 要彻底改变了 不能再这样了 我觉得你应该 先找一份工作 大概现在申请的话 看看11月底 会不会有消息 明白了吗 11月份是吗 11月底会有消息 现在申请 然后到了明年 看看自己 积存一点钱 再开始看看 有没有人 跟你一起合作 做点生意 开始的时候 你一个人做不成的 一定要跟人家合作的 明白了吗 嗯 说你人们不坏 但是脾气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学习 良心慢慢好的 做得多 嘴巴们太坏 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好了 师父 弟子的佛导还好吗 还好 蛮好 菩萨让你吃苦头 就是要让你进步 菩萨让你 菩萨一直在关心你的 这种孩子 你不改毛病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要懂啊 已经孤苦伶仃了 是由菩萨 在帮助你的 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自己好好的 女人不能这么倔强的 要用佛心 要用善心 护法神 一直在帮助你的 你自己看看 你不是事业上的 不顺利啊 你差一点点 有大事发生 怎么会 出来之间没有了 不是菩萨保佑你 你还不懂啊 要我讲啊 差一点出大事 不知道啊 嗯 嗯 好好的 乖一点呢 明白了吗 跟着师父好好修 修成个菩萨出来 不容易的 好吗 好的师父 嗯 乖一点啊 听师父话 好吧 多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你会 你会慢慢的 会进步很大的 而且你经常看 白化佛法的话 菩萨会很快 给你加持 好了 嗯 我不怎么梦到 是菩萨的师父 嗯 就是啊 皮肋这么倔 不改毛病啊 所以你 赶快看白化 白化佛法的话 你就 梦得到菩萨了呀 好吗 嗯 有不啦 书有不啦 有 嗯 好好看啊 啊 好了 再见了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快一点 你敢关心菩萨 乖一点啊 不要太倔 女人流点眼泪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 我告诉你 那是 也是一种 一种 我们说 精神上的分流 那是好的 那是对的 一个人 我告诉你 太倔强 我会伤害自己的 女人就是应该 经常流流眼泪的话 说明她还是有慈悲心 一个女人 是硬的呢 像块石头 也完了 我告诉你 连菩萨都不会 不会帮她的 你看连 观世音菩萨 还经常流泪的 听得懂了吗 一直就觉得 得坚强一点 所以不常流眼泪 坚强 坚强 我告诉你 慈悲心 我告诉你 流眼泪是慈悲心 不是坚强不坚强 听得懂了吗 流眼泪 流眼泪就是一种 发泄 就是一种 啊 就是一种 洒脱 我告诉你 一点不丢脸 人 我告诉你 有很多地方 可以宣泄自己的 流眼泪之后 人会放松的 会减轻压力的 你不信 你试着看 你一个人不流眼泪 永远压力大 你流了眼泪之后 马上压力就减轻 你试过没有啊 呵呵 你是经常一个人的时候 流眼泪 在人前 最少流眼泪 啊 有什么好了 不得了了 更高我慢 你是老几啊 你算什么 呵呵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啊 流眼泪就像流汗一样的 人要 人要出发泄的呀 听得懂吗 很正常 热了就要流汗了 对不对 打喷嚏也是的 对不对啊 通气也是的 这个是人很正常的 一种东西 你硬卡这么 就造最后生癌症 生病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再见了啊 跟你讲了很多 谢谢师傅 感谢师傅 再见